再來看看嬌嬌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 青春肉體 這什麼東西啊 喜愛青春的肉體 他很多會講說是 我想知道現在年輕人心裡想什麼 所以我會有一群朋友是年輕的 是 像我們都沒有那麼很多 像十幾歲二十歲 這樣年輕的女性有 十幾歲 你不要假的你 我們是沒有 他很有 他真的他的聚會KTV 不是我們應該都是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 都很年輕的 就還是一群年輕的 因為他有這些朋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說想要知道年輕人的想法 是啊 我覺得不是 他就是喜歡跟 那種青春活力的女孩子在一起 就是我想從他們身上吸 因為我不想退流 退流吸 吸取一些青春的活力 有一些熱情我們是找不回來的 誰的心眼最小 喂 小氣是不是 也不是小氣吧 心眼小就是 小心眼 愛計較 亮哥啊 我猜你們一定會講我 是啊 沒錯 那是不是阿森比較心眼小 我記得我應該是講他 阿森沒有什麼心眼小的 沒有 焦哥先講 為什麼是亮哥 剛剛前面講的其實蠻多的嘛 包括他對我主持上忍了十幾年才發飆 其實他就是表示他並沒有釋懷 不是忍了 是剛好那天而已 要不你就不要在意 一生都不要跟我發飆 他終究還是發飆了 對 然後比如說他就是 就是我覺得像我去上節目的時候 他常常會扮演一種受害者的角色 老師我常常 對 比如說我們在做超越新鮮 較量公開賽的時候 觀眾投票永遠是他贏 那其實我很委屈 因為我們在節目的分配就是 我比較壞 對 那這個事情他也不會說 不如偶爾讓我壞一次 是分配好的你也演成壞的 沒有辦法 對 不然我就一直背負的欺負 他的一種形象 那我覺得他心機很重 他也不會跳出來說 不如這次讓我來欺負你好了 他就這樣默默的被我欺負了十幾年 怡然不等這樣 我又說要找鳳 找不到鳳 沒有啦 真的 冤枉啦 冤枉啦 其實佼佼的確是蠻幫我的 因為很多事情我們互相了解 很熟悉 所以有些我有時候 就是偶有佳作 以後就想要休息的時候 他會推你一把 這個要量最會了 就推你出來表演 所以他會看到我 他反而 可是他虧別人又蠻好笑的 所以他因為守我 他又就會虧我 離題了啦 他現在已經離題了 所以 焦哥說你小心眼 你現在幫他解釋 焦哥你覺得他還是不是小心眼 我沒有 從來沒有這樣想 他這樣想他就有小心眼 真的沒有 我一直感恩在心的 那阿森問你也就是說 對 我覺得 這個小心眼部分 在我看他就是譬如說 之前如果有人得罪他 之前會有人幫他什麼事情沒弄好 其實他在當下都 算啦 沒關係 認了 但是私下的時候 會一直講 就講那個 把他車撞壞的時候 對對對 沒有 這都沒有在講 都沒有在講 把他開到水溝裡面 然後就 別人說沒關係啦 算了 那可是聚會的時候 十次就講十次 這個事情 你們講你看我都沒有講 沒有 這個是真的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經濟助理 那他也帶我也帶亮哥 那有的時候他當然也會惹惱我 但我頂多就是跟他的主管講 我不會出去講 但他就是會出去跟所有的人講 沒有 那不然我怎麼會知道 他撞壞你的車 你沒跟我講過啊 你沒有跟我講過 我是為我打電話的 對啊 小燕姐 幫我講 不要接飛結彩 本來就幫我講 那可能就是他 我一定有跟你講過 然後後來大家都知道了 好多次我現在回想起來 是這樣子嗎 沒有 我只有跟他講 誰都拾出啦 雄欽 你都是這樣子 我想起來是這樣子 對啊 你沒有跟我講對不對 那我問你 對啊 你講的啊 到處跟人家講 對不對 湯哥是不是也在跟你講的 對啊 製作人都說你講的 可是一定是 他真的會講 一定他在講 其實你也跟我講 對啊 你只是跟我講比較多次 你只是忘了 對啊 你每次都跟我講 沒有 我可能跟他講 然後會再講第二次的時候 一定他提 你知道嗎 他的車要被自己開到那個 好 那我問你啦 你後來還沒有再讓他開你的車 沒有 你看 可是我的車我還是會讓他去幫我停 沒有 我那一台車沒有再給他開 我雖然聽到那恐怖的故事 我覺得沒有關係 讓他就是搭工作嘛 可是他從此喔 就不讓他碰他的車 不是...因為我的車... 答案 好啦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下去車要不要讓他開嘛 對 你今天就等一下讓他開回家 好 今天那一台可以 我給他開一個禮拜 大氣... 因為那是另外一台 好合心 心機 你看 這是不是心機造型 不是啦 因為那台車 我剛換完輪框你知道嗎 不是 應該說 對於他很在意的車子這種事情 輪框啊 而且你怎麼會開到後輪 滑到水溝裡 我們沒有這樣講細節耶 你怎麼放 那他還要不要做人啊 所以還記得就對了 那一組還記得 他真的記得 我剛...比如說我昨天換今天 昨天換今天到水溝裡 你怎麼... 所以... 後來我會跟他講 後來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不是 這樣也不對啦 不是故意的 對 我說你不是故意 而且說人也是比車重 而且他開好車什麼 你那時候沒講這一句耶 我心裡有這樣想 我現在死了 我真的把我關心 但是我還是怕這樣子 我會... 以後我就盡量... 這樣說好了 盡量就自己開了 今天前後任的亮哥的助理都有來 其實他們心中都有這種陰影 就是亮哥的車一碰到 然後他會一直唸一直唸 你看那個...對不對 你看那個... 而且那種唸法是 好啦 沒事啦 但是一直講 對 沒事才怪 對... 他口頭上的時候沒事啦 沒事啦 昨天才弄好耶 沒事啦 我就有一次錄影嘛 我就怎麼會踢到他那個心的 我就去 我看 亮哥怎麼今天開這台車 你想起來了喔 是他自己講 是不是他自己講了 對啊 因為我想說怎麼會有一台這個車 我記憶中他沒有這台車嘛 沒有啦 這是他的那個死穴啦 死穴... 超愛車的 對 其他東西應該就還好啦 對不對 可是他還好 他就講一講 他不會怎麼樣 他不會...就是不再讓他碰他的車啦 還能怎樣 對啊 可以啦...下次我還是會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下次還是可以開... 我只那天我真的太生氣了 我就會講說 你又不要再碰我的車 只是有這樣子落狠話啦 沒有 現在輪光也救了嘛 我比較無所謂 不是 那個是哪裡的現場 怎麼會開到水溝林 在山上拍戲 拍戲嗎 拍...我是拍綠光森林啊 然後山上去 剛好我再拍 然後可能有帶到車要移開 要移車啦 要移車 就順手讓他去移 拍很衰啦 因為我在拍戲他就去移車 那你接下來怎麼會演戲 你演得出來嗎 他們不敢告訴我啊 不敢講 我就奇怪為什麼要走了 收工了怎麼... 車還沒有... 他還沒有開過來 那後來是你把它開上來的 我就走上去看 我原來我就看到車在那個裡 鴨公 這是小鴨 那水溝怎麼辦 這樣吊車喔 然後他們還用那個車 想要偷偷拖起來 讓我不知道 偷偷拖起來 然後我前面的拖車溝是裝飾的 拖到整個彎掉 鴨公 後來十幾天不敢再拖 我就...大叔了 我先想讓大家 用後輪抬起來 然後再開起來這樣 你在旁邊看那種感覺你是... 而且沒想到他看到了 你完全是崩潰嘛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昨天才換了新的輪框 還在講耶 今天在水溝裡 你看我都沒說話 他都同意跟你說 他對那些大家很在意 對不起... 以後我不會這樣子 再來看看佼佼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 青春肉體 這什麼東西 喜愛青春的肉體 他很多會講說是 我想知道現在年輕人心裡想什麼 所以我會有一群朋友是年輕的 是 像我們都沒有那麼很多 像十幾歲二十歲 這樣年輕的女性用 十幾歲 你不要假的 我們是沒有 他很 他真的 他的聚會KTV區 不是我們應該都是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這種... 他很年輕的 他是一群年輕的 我快要約你女兒啦 差不多 流行達人 現在年輕人最流行的 那十幾歲他都知道 因為他有這些朋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說想要知道年輕人的想法 是啊 我覺得不是 他就是喜歡 他就是喜歡跟 那種青春活力 女孩子在一起 焦哥啊 其實我也蠻想了解一些年輕人 下次約你一起啊 太好了 不是啦 真的是十幾到三十幾都有啦 都有 都有啦 但是都是為了肉體 不是啦 是為了青春啦 青春啦 對啦 不一樣啦 我想從他們身上吸 因為我不想退流 吸 吸取一些青春的活力 有一些熱情我們是找不回來的 所以焦哥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 對 旁邊都是青春的肉體 真的有老的 真的有老的 也有老的 老是點綴的 我們自己心數不正 我們都注意他對不對 不可以買單的 你剛剛說誰 Amy姐啊 方姐啊 還有一些別的 就不是我們就圈內的一些 青春的肉體 沒有啦 我老會老 很近 我跟文英阿姨走很近啊 不要這樣 來 這個態度 真的是 你真的是 他自己就講啦 他看黑片是各種的領域 跟年紀他都看 是 還有各種動物 對啊 你說嚇不嚇流 哎呀 我們挺多看人嘛 正常嘛 對不對 沒有 你去把他當成吸收知識 Discovery 真的不要 對 不要把他當成 那你就直接看Discovery就好了 他也不怕讓人家知道這種事 這種事 對 他會拿來自主動要借你 就是他不怕這種事情 不是啊 你不覺得說 哇 你看貓欸 馬欸 你要不要看 要不要看 是不是無聊是不是 對啊 誰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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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現場指數你要看 等一下不要來跟我借 因為我這次要拿給你 就是 鴨子的耶 所以我覺得這個 等一下我們要一連串 沒錯 我們先看看這個亮哥 臭屁 信 什麼 信的方面 我哪有臭屁這種事情 我今天要說 要說 要說 那是夫妻之間 開玩笑的 下面有人 這個人是什麼意思 50人他講 套子我講 你先講 我先講 我們上次吃麻辣鍋嘛 就說有一天亮嫂跟亮哥在家裡面 你看報索 亮嫂就說 你看 亮哥 你看報索像 現在保險套都外國進口 很多人都抗議說尺寸太大 他們不適用 亮哥就說 沒有 我每次都縮得很暗 我說 我說 那個尺寸太小 拜託 自從台灣人 開玩笑 現在朋友俱三 不小心講到這個是 開玩笑 你看這對夫婦是不是很愛線 是不是臭屁 對呀 現在馬上拿錢來試 看一丸 來 他們是不是嫂子會掉 他們很愛線這方面的 他剛好看到行為 那就是內閣已經 然後他就會講說 好 大家回去都要來 很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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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開玩笑 我都縮得很痛 而且他 我只是這樣講 開玩笑的 而且他的需求滿大的 他真的需求很大 那個可能要問張青芳 因為方簡跟亮嫂比較熟 不是 方簡跟亮嫂比較熟 對 不是 他有跟我講過說 會抱怨 譬如說有時候朋友聊天 聊到三四點我要回家 我說如果 因為嫂子在睡覺了嘛 我說 如果像現在半夜 突然想來一下怎麼辦 叫起來啊 真的啊 叫起來啊 好大氣 不是皇上 主要是他老婆也OK 是不是 開玩笑 你覺得你會不會臭皮 在這一方面 會啦 反正他比較會講這種事 我才... 我都聽得多了 50人啊 聽得... 50人是沒有 50人其實就是 就是片子我們交流去 後來我... 是你拿給我還你 沒有... 交流去 有些是你那邊中盤披出來的 然後... 我後來慢慢的發現 阿亮有五顆星評價 那你先走了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後來發現 這二十幾片怎麼都五顆星的 再重新看一次 我發現裡面不是二十個人 就是三十個人 然後五十個人 他需求量很大 不是啊 就是那個... 那個你一看就是... 哇... 他已經沒有辦法看一對一的 所以我不懂那時候誤解 他跟我講說 他就... 許多在借我還他 這樣子結果變成我是 現在因為我上節目被講得多 變成我是一個大港中盤 不是啦 是他買的 他們有時間看那麼仔細 他都先借亮哥先做記號 然後他就可以挑出比較好看 先看 他們兩個是這樣交易的 交易... 沒有還清楚啊 我都有在注意你們兩個人 然後結果他說 他覺得好看的都是那個 像Discovery有沒有 那個一群年 可是沒流考過去那樣 所以變成... 我不知道想說 你要幫我登記一下 所以我剛好有看到 這人很多 我就...人多就好嘛 我就把他打信號給他 要漂亮嘛 因為你想說一片... 一片裡面如果人很多 你是不是看到好多人喔 我是這樣想 是嗎 比較滑得來啊 所以後來他才自己... 他是節儉啦 他自己就... 自己就註記了一個 然後拿給我看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喜歡的是什麼